年輕女老師,她尷尬、緊張、害怕萬分地逃回辦公室以後 就盡量不要再跟這些14、15歲的男生有這麼近距離的接觸 或者是怎麼樣,這個是我很關心的 那麼我個人的做法是我從不退縮 我從不放棄我追求美麗跟追求專業這兩者並存的堅持 所以當有男生說 老師你今天很漂亮,她以為我會臉上一陣紅 可是我都告訴她,只有今天才漂亮嗎 我昨天也很漂亮欸,其實我每天都很漂亮 或者是說當有男孩子故意在我前面 喊胸漏背的時候,老師給你看 我都會說,也沒有胸毛啊,你要給我看什麼 諸如此類,當我用這樣的態度反擊回去的時候 我會發現我會有比較大、比較寬廣的空間做我自己 而不是說受到太多異性的眼光 說你應該怎麼樣或應該怎麼樣 我不會害怕去扮演我自己的角色 那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謝謝,以上兩點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在真正的五分鐘 因為有兩個動作,我想看 還有一個,來,您先,您先來 就按下去,就按下去 對,這樣可以 各位好 我是很感動和老師的談 真誠,很有溫柔 因為因為他被學生那麼深 最喜歡其實 確實,我是覺得當一個尤其老師 確實是神經系統的最尖端 不是校長 整個學校的形容完全在老師身上 剛才我們管理出來的龍崗懷 所以我們在龍崗懷 我從畢業,我是正統出來的 正統出來的,我也就熟悉了那個學校 我從畢業,不太教育學生 直到現在 這時候我們來解除校園 因為因為到現在很多 我們的學生畢業處去 都回到學校來當老師 大家就很能力做 像我們現在的訓導學說,我們是校園 我有一個深深的感觸 他比較勇敢 我老師逃走,我是一直小 他寫的東西,我都感覺不到 在國中確實是真的 學生沒有變,老師沒有變 變的是校長 是這個 老師不是買一買在這邊做 任務在做 而是校長的政策裡面 來一位校長 但好像我不敢說 有什麼難度,像我只講還是政策裡面 我不是講校長的 那我是覺得說 來,怎麼講 我們老師確實要做 我們才是執行者 才會改變 確實 你說行政人員累,怎麼累 老師一堂課一分鐘不能拉呼 那管理組長 其實行政人員 你看老師也有 但管理師訓導師是最多 你總不出了他們人 那邊有時間 想做也可以 不做也可以 校長出門 他們可以出氣 那在行政人員那個老師呢 你校長你怎麼去做 你都很捨得很 我還是要捨得很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醫生 可能我那時候打自己 當醫生 如果你殺錯的人 十八成之一而已 老師要下十九成 你誤人要一生 確實誤人一生 是要下十九成的 受老師的壓力 老師說你覺得要佩服佩服 我剛剛怎麼佩服 你有沒有給人家支援 我們要怎麼佩服 我們關心的是學生 我們面對的是學生 你是面對上中的 可能是豹生 什麼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老師 nggak在教書的老師 確實我們 很多在國中國小 很多老師 真的讓我那想去 我就因為一樣實情 因為學生我說 學這一個人是完整的 所以有一次就給 敬雨鑫老師說 其實我們妙 配我的美好 那個時候我當主老師 令雨鑫老師 就是说 因为学生在外面挡架 我起来是击人的 我还是把学生做 他说 就是说今天这个学生问题 怎么那个学生问题怎么样 当然只要学生的问题 能够比较少 怎么样可以把它控制住 怎么样可以 这个可以阻止这种行为 怎么样处罚学生 比较有效 我想大概是我们谈话的一个主题 可是真的遇到这个学生问题 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 我的同学说 你可以找家长 你应该要跟家长讲 不然这个女生出问题 你会负责任 你一定要跟女生家长先讲才可以 男生家长反应怎么样 你要怎么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方面都会做 可是当我们正式谈到我的经验 我们到底怎么认为 这个事情对或错 我们其实 我们只是技术上在谈论 如何处理女生的问题 老师的观念是什么 我们到底身上的性观点 我们两性教育的观点 男生应该怎么样 女生应该怎么样 我们大概不曾提起过 也不曾整理过 包括我自己在想说 我试着要去说 我们有个口头厂 比如说男生做事很多礼巴 我说你怎么搞得这么多礼巴 说跟女人一样 你知道我讲 然后讲的时候 就是怎么会讲这种话 可是我讲 你知道我要讲一个话 来修正我这句话的时候 我长不到 我们不太有一个 另类女生的 专案的会议之后呢 已经最后呢 由辅导专长的教育局呢 来参与之下 在去年的六月呢 我现在教育部呢 我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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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口头厂 我其實有點想講的時候 在第一節課 我們也先在規劃這個課程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準備丁姐講的是變遷中的性別文化 就談一下台灣社會 在過去的10年20年當中一些重大的變化 可是現在的話 經過了一連串的事情以後 我現在希望比較更具體的去講 在中小學教育當中 特別跟性別教育相關的一些危機 就跟我提到說 你們為什麼大學教授要來做中小學教師的性別教育 是你們有什麼很特殊的訓練 或特殊的知識要傳授給我們嗎 我說 那如果我們的性別教育 未來的目標設定 是認為 我覺得還是沒有碰觸到 出去總可以吧 丙哥可能會做的就是這樣 可是他們會選擇用這樣子的方式 不夠去讓人上課 你在想的時候我講兩個學生的故事給你們 那個 我的學校有一個老師非常兇 有一個美老師 那他每一次那個升旗的時候 他都帶低年級 每一次升旗的時候 如果學生不站好或不乖 他當場就在那裡罵學長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說老師 你說 我們的規範 他就說 那老師你覺得那個 如果我老師在操場上這樣罵學生 你覺得恰不恰當 我覺得如果我是他的學生 我會非常難過 那他 他問我說 我覺得恰不恰當 我說因為那 我只看到這個點 我開始打那個 派氣拳 我說因為那個 我只看到操場上這個點 我不清楚 那個紀錄教室以後 這個老師 他以這一點做 做評據啊 我說可是如果光以這一點來看 老師你同不同意他的做法 我說我是不會這樣做啦 我只好說因為逼得沒有退路 我說我大概不會這樣做 他說那老師你是不是應該去 勸勸他 請他換一個方式 就是不要在那個大庭廣眾之下這樣大聲罵 可不可以回到教室再去罵 我說嗯 好 我試試看 然後這件事一拖一拖 拖了兩年 為什麼 因為我跟那個老師 第一個不是非常的熟悉 其實我不能貿然做這樣子的事 所以我就 他們每想到就問 只要那個老師在操場上大學生 他們一看到回教室就問我 老師你跟那個某老師說的嗎 我說我正在跟他建律關係 但後來我還是決定我要跟那個老師講 因為我覺得事實上也應該要說 所以後來我就跟那個老師 利勇有一次出去研習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欸那個我的學生逼問了我兩年一件事 我覺得我還是要浮起勇氣來告訴你這樣 後來我就跟他提了 提了以後他就覺得 欸對齁 他是接受的啦 不過偶爾還是會放 他們會有一些質疑跟不同的看法 那還有就是那個 我們每個月都有辦一次的那個慶生會 然後有學生就會寫 就寫那個 十歌朗誦 那些那個女生就有寫一個 小鳥的歡唱 哇一念到這一句 不得了的男生笑翻天了 這褲子裡的小鳥會唱歌嗎 那像類似這樣子的東西出來 我就覺得學生他其實就 尤其男生他就是開始必須學著 他要去那個控制自己跟尊重 尊重女生的存在 那就是類似這樣子點點滴滴的故事嘛 我暫時到這裡打住 不曉得有哪一位老師分享 您寶貴的經驗 謝謝 我們等待發言 所以有很多的單位會為我們安排很多進修的活動 這一點是我覺得當老師最大的好處 然後我今天真的很高興 我自己爭取了這個研討會 當初看到研討會的時候 我痴疑了一下 我不太了解一般學校的情形是怎麼樣 就我在我們學校看到的情形 從小到大 不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注意到廁所的問題 在小學上廁所的時候是男女公遊間 可是我們不管 我們如果到其他公共場所 或者是高中大學院校的廁所 都是男女分看的 然後我一直覺得很疑問 為什麼在小學的環境裡面